汉军反攻三秦之战,具体时间是在汉元年8月,还令三秦,至秦四十亿怀德,史记将侯周伯世家,如上记载,周伯在三秦之战中因为立下很大的攻击,于是刘邦为周伯新增怀德十亿。 在按照史记三家著中的解释,正义或帝制云,怀德故城在铜州朝义县西南四十三里,目前只能确定怀德位于当时的关中地区,但具体是指的县,还是像目前还无法确定。 不过这不重要,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周伯在三秦之战中立下功绩的最终封赏。 以上只是太史公对周伯参加三秦之战的一个总的概况。 下面再看周伯在三秦之战中具体经历的战斗,攻怀礼,好仇,罪,实际将侯周伯世家,如上图所示,怀礼与好仇已经算是关中腹地了,毕竟非常靠近咸阳,而这里的怀礼其实就是当时雍国的都城费丘。 所以,地礼至,怀礼,周曰全秋,翊王都知,秦更名费丘,高祖三年更名怀礼,而此云怀礼者,聚后而淑之,又云费丘者,以张罕本都费丘而亡,一聚就淑之。 暗史记三家著中的解释,怀礼这个地方,在周朝时叫做全秋,曾作为周一王时期的都城,而在秦时则改名为费丘,最后到汉三年才正式改名为怀礼。 因此,史书中这里写的怀礼,只是太史宫按照他那个时候的叫法写的。 事实上,在秦末楚汉时期,这里的怀礼就是叫做费丘,至于好仇,则就是当时秦都咸阳附近的现役。 而太史宫在这里记录的罪,在暗史记三家著中的解释,即解,如纯曰,乌江帅之中公为罪。 很显然,这里就是指的周伯在费丘之战和好仇之战中取得了手工,因此才能叫做罪。 其实这里的记录是有问题的,因为费丘之战真正结束是在汉二年六月,可以三秦之战中一开始就要提及这场战争呢。 又或者说,太史宫还是在总结性的概况呢,至于好仇之战,在三秦之战中更是一场比费丘之战还要惨烈的战役。 毕竟这里可是战死了汉政权建立以来的第一位将军,所以可以周伯就是手工呢。 因此,很多内容目前还不能这么早下定义,这与周伯到底是不是三秦之战中的手工之人,则还需要重新进行判断。 下面接着再看周伯在三秦之战中的其他战绩,姬兆奔,那时宝乌咸阳,醉,北宫期,姬张平,姚仰君,西定谦。 还向梅、平阳、梅张、韩、费丘,实际将侯周伯世家,如上途所示,这些才应该是周伯在三秦之战中的具体作战记录。 周伯所属先是在咸阳一带击败赵奔和内石宝的军队,而后北上七线,击败张平和姚仰的军队,接着转到向西攻线前线,随后又向东南方向的梅线进攻,结束后又向东北方向的平阳一带进攻, 最后才是回宫费丘,将张韩给死死围在了其中,因为诸国这里的记录有点混乱,所以我们在参照史记高祖本记中的记录, 八月,汉王用韩信之计,从护道环,习雍王张韩,韩迎击汉陈仓,雍兵败,海走,只战好丑,又腹败,走费丘,汉王遂定雍帝,攻至咸阳,引兵为雍王费丘, 而且诸将略定隆西,北地,上郡,史记高祖本记,按照这里的记载,显然,刘邦军就是先进攻陈仓, 然后张韩军败走,接着就是好仇之战,张韩军又败走,于是便包围废丘,三秦之战遂宣告结束, 从史记高祖本记中的记录来看,显然没有那么复杂,而且很轻松,但是再看周伯的记录,则仿佛是打得很艰难,就像是四处开战一般, 并且,周伯的记录中,很多内容都不符合逻辑,比如,为何最先打的是咸阳呢?难不成是张韩军故意放下来的吗? 所以,中国这里的记录,应该是被史家故意给打乱了,因此,我们很难分清楚其中的具体顺序,当然了,也不能说是完全没办法分清楚, 因为如果参考其他人物的列传中记录,还是有可能分辨清楚的,不过这里我们就先不具体分析三秦之战的全部经过了, 毕竟天赋有些,总之,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战争之后,刘邦军算是勉强击败了张韩,之所以说是勉强, 是因为张韩还在死守废丘,并且,雍国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残余部队存在, 譬如之后,立商率军横扫关中时遇到的那些战斗, 汉王赐商决信成军,以将军为陵西独尾, 别将定北帝上军,护雍将军燕士,州内军寻役,苏藏军乌明阳,史记立商列传, 如上述记载中,立商遇到的这三位雍国将军, 在之前的汉庸主力会战中,便没有出现过, 下面再继续看周伯之后的记录,破西城,击倒八军,破支, 公上归,实际将侯周伯世家,如上图, 按照之前的记录,周某已经率军将张韩围在了废丘, 但不知为何,周伯又去攻打了位于隆西郡腹地的西县和上归邪, 虽然在人物列传中,太史公没有记录, 但是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,有关周伯的封侯记录中, 却又加了这么一句,入汉定隆西, 所以周伯应该也是参与了平定隆西郡的战役, 目前按照高祖本纪和立商列传中的记录, 在汉军将雍王张韩包围在废丘后, 汉王刘邦便率领汉军主力出关了, 而后,刘邦又令立商以将军兼领隆西都尉的身份, 率军平定隆西北地和上军, 并且按照之后,立商在平定三军后, 授封五千户十亿的情况来看, 立商应该是当时留守关中的最高军事统帅, 然而,如果周伯也参与了, 这是不是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? 但是,周伯之后又没有得到像立商那么大的封赏, 所以,周伯应该只是协同立商作战, 或者是听命于立商作战, 另外,在参照周伯之后的记录, 攻守摇关, 实际将侯周伯世家如上图所示, 当时刘邦率汉军主力是从韩谷关出去的, 但是偏偏却留守周伯不扎于摇关, 而摇关以南就是武关, 武关在往南, 便是聚守南洋的亡灵所述, 所以是不是可以做个假设, 原本刘邦是以立商和周伯为首, 率军平静关中三郡, 但可能是听到南洋郡有渡兵的消息, 于是, 立商便急忙抽掉周伯驻守摇关, 以防止亡灵军突袭关中,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记录表明, 南洋亡灵有偷袭关中的可能, 但偏偏是在周伯进攻陨西期间, 突然驻守摇关, 因此, 肯定是因为当时的南洋发生了巨别, 否则, 周伯要么是出寒谷关, 跟随刘邦军进攻西处, 要么是周随立商军扫荡关中, 不然怎么可能是驻守在当时算作腹地的摇关呢? 因此, 当时汉军的局势应该并不算乐观, 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一下, 当时的亡灵确实有突袭关中的想法, 而决定亡灵最终是否突袭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, 当时, 关中除了包围废丘之外的唯一主力, 历商军是否能够迅速扫荡关中, 假设历商失利, 则亡灵便会趁机攻入关中, 并且困守废丘的张寒也会乘机反攻, 由此, 关中便有转瞬间一手探人的可能, 虽然这种猜测的可信度不太大, 但是按照之后, 刘邦攻打彭城失败回来后, 却唯独对历商加封了五千户的事宜, 由此, 也让历商一跃成为了汉军中首居一职的显贵人物, 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明, 当时的历商确实是为汉政权建立下了非常大的攻击, 故而周伯驻守摇冠, 很大可能就是当时历商用来防备南阳亡灵的, 虽然说周伯并没有像历商一样, 历下那么大的攻击, 但至少也没出错, 而且, 在最前面的汉庸主力会战中, 也历下了赫赫战功, 因此之后的周伯, 便也有了四十亿怀者的风赏,